一人陈小春与儿子Jasper是现在很火的负资党 不少网友对温和有礼貌又贴心的Jasper印象很好 其实从小孩子平行正好印证了父母身教的重要 这点有网友从Jasper每年的生日会看出了端倪 在2016年Jasper的生日会上 全部以玩具总动员相关做摆设 一家人聚在一起 父亲俩一左一右 嘟嘴羡慕儿子 Jasper被左右夹击 害羞地缩在一起 可爱又温馨 汪佑认为总布局可以看出 英才儿陈小春是以小朋友为出发点 更重视的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享受这个温馨时刻 也难怪Jasper可以保有小孩子 最纯粹的童真及善良